欧元 我把他找来 我问他说 你不要开玩笑 你一定有诈 我直接跟他这样讲 重点不是你跟他要什么 而是你要做什么 这样知道吗 Know him better 所以在祷告的什么困难中 我们会失焦 我们一直跟神要一个 他本来就要给你 或他本来就不给你的东西 你要的东西就没有意义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如何 学习如何做晋升的祷告 因为下礼拜也是我讲 所以我就把这一讲 要讲得比较细 讲得比较细 我要很清楚地分享祷告 如何祷告 如何做 晋升的祷告 为什么 讲这个题目呢 第一个当然是经文到这边了 第二个是 我觉得大部分人不会祷告 不喜欢祷告 不享受祷告 那是有原因的 等一下讲完之后 你应该会对你的祷告 产生新的看法 祷告是我们基督徒最常做 也应该做的事 说起来是我们的本分 但是我相信 我们大部分人会承认 祷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个不是 我这次重点不放在 不放在那个祷告 怎么样可以坚持很久很久很久 或者说怎么样用方言祷告 或者怎么样用特殊的祷告 没有 我要讲一个非常平常的 到底什么叫祷告 而且当你祷告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打到点上 注意听 等一下我会讲什么是点 但是我就先讲那个原则 因为你没有打到点上 所以你没感觉 而且你不会想持续 可是如果你又打到点上 你就会持续 也会想祷告 这样听得懂吗 在理论上 在理论上 OK 那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经文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祷告 是保罗为以福所教会 以及小亚细亚 那几个教会的祷告 保罗这个祷告 是非常有名 很多人都把这整个经文背下来 我自己也把它背下来 那大概二十岁左右就背了 就背了这个经文 全背 每一个字都背 按着顺序背 理解的背 如果你能够背下来 那当然进入祷告就容易 因为他有告诉我们怎么祷告 怎么样按顺序祷告 现代的人学祷告 都不是用这种方式学的 都是有人带着你 然后告诉你 这样祷告 你就这样祷告 然后他告诉你的祷告的内容 他甚至连内容都告诉你 你知道那样子的祷告 是很奇怪的 因为他教你做一个 有内容的祷告 其实他的内容 跟你的内容应该不一样 对吗 所以那个祷告 它其实是一个原则 它不是一个内容 不过等一下我带你们来 一起来看 这个道理的祷告 是怎么样祷告呢 我们把这个经文先念一遍 好不好 来 预备 预备 请 因此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 就为你们 祷告的时候 常提到你们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对不起 帮我调一下 下一节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招 有何等指望 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 是何等的浩大 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 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扶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他身体 是他充满万有者 所充满 好 这是一个祷告 这是一个保罗的祷告 这一个祷告的前面一段 或者我先让你们看第十五节 十五节有一个因此 对吗 我们所有人知道 当我们讲因此的时候 前面应该会有一个 因为 对不对 因为 所以因此 所以前面有一个原因 前一次我在这里讲 五福灵门三到四节的时候 曾经讲到说 那一段是一个很伟大的 救恩的经文 讲完了救恩 讲完了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典之后 他就说因此 所以我们这样子会祷告 是因为我们得到了救恩 是因为我们得到了那个地位 三到十四节的原因是 当你很清楚你的原因的时候 你就会这样做事 当你不清楚那个原因的时候 你就不会这样做事 对吗 你知道我们做事情 都有一个动力的 你为什么做这件事 我常常因为我现在年纪 也是到了该退休的年龄了 我跟邱华常常说 我们为什么还要在欧洲这样做 我们为什么还要在美国这样做 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 那你做的即使你做的很努力 也索然无味 你要把一件事情做得好 一定要知道那个动力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上次我们在讲三到十四节的时候提到 十三节保罗说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他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保罗那时候说 你们听到信福音 受圣灵为印记 这就是救恩 保罗告诉我们 当我们在救恩里面的时候 你就会祷告 如果你不知道你在救恩的里面 你就不会祷告 因为救恩是从神来的 所以我们就会向这一位神祷告 那是个前提 那是个地位 一个晋升祷告的前提是 认清自己的地位 基督信仰最伟大 最重要的一个真理 也是神设计这个救恩最伟大的地方 就是地位先于真理 对不起 地位先于生活 现在是差不多早上三点钟 所以你们要好好祷告 不然的话我会说梦话的 基督信仰最伟大的 最重要的一个真理 也是神设计这个救恩最伟大的地方 就是地位先于生活 上帝先给我们一个称义的地位 先给我们一个身份 然后再告诉我们说 你按照你的身份来生活 你有称义的地位 你就开始过成圣的生活 一个人要先有称义的地位 你才有可能过成圣的生活 你如果没有这个地位 你很难活出那个生活 对吗 有人的生命就有人的生活 有狗的生命就活出狗的生活 如果你看到一只狗 它活出猫的生活 你会觉得怎么样 这个很奇怪对不对 那猫要学成狗也很难 光叫声就叫不出来 所以你有什么生命 你就会有什么生活 如果你没有这个生活 没有你这个生命 你想要去活动的生活 就很困难 这个是我们整个信仰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顺序是没有办法颠倒的 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说 我现在已经有个成圣的生活 来到上帝面 来给我称义的地位 没有 他一定是先有称义的地位 然后才会过成圣的生活 你不会因为有这个成圣的生活 而取得称义的地位 那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讲这个呢 是因为这个跟我们祷告 有很密切的关系 我们今天是因为有这样的身份 所以我们就这样活了 可是当我们这样活的时候 会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你会一直觉得说 我怎么可能过这么好的生活 这是一个感觉 第二个如果我过这么好的生活 或我希望过这么好的生活 我怎么样能够真正享受这个生活 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那我先把原则先讲 然后再举例给你听 你才听得懂 因为祷告这一件事情 好像是我们生命当中额外的 我怎么跟神祷告呢 我要怎么祷告 我要祷告什么 祷告它不是个仪式 因为我们的信仰 不是一个仪式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仪式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也不是一个宗教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是以相信的信仰 你知道这是印度哲学家说 信仰或宗教分三种 一种是信仰的宗教 一种是仪式的宗教 一种叫做思想的宗教 我们是属于信仰的 因为我们不是想出来的 推出来的 我们也不是仪式化的 所以这个祷告就不可以是用想出来的 听得懂吗 这个祷告也不是一个仪式 祷告没有做多了 就产生仪式性的果效 不会 这个祷告完全是因着信 因此如果不了解为什么需要祷告 那你就很难祷告 即使你跟着别人祷告来 祷告去 跟着别人你都能祷告 你一下来你就不知道怎么祷告 因为你没有真正的理解 为什么需要祷告 一个人 如果没有那个身份 他是不会做那件事情的 可是导过来 一个人有这个身份 他也不一定会去做那件事情 对吗 你有这个身份 你才可以做这件事情 可是你有这个身份 你也不一定愿意做那件事情 对吗 那你会做那件事情 如果你没有这个身份 你做那件事情也没有意义 好 讲一个最简单的 我们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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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生下来就有中华民国的国籍 对吗 我们是生下来的中华民国的国籍 生下来 如果你要拿外国的国籍呢 它一定有很多的条件 可是你拿到了那个条件 你拿到了那个身份之后呢 你拿到了那个身份之后呢 你不一定能活住他们的生活 对吗 如果你拿到像我是可以拿到西班牙国籍了 因为我已经居留够长了 我可以去考试 考了就有 你可以 可能有的人有美国国籍 这是台湾的人最多的 可能你有美国国籍 可能你有别的国家的国籍 有的国籍很好拿 有的国籍很难拿 但是你拿到那个国籍之后 从外表看 你看不出你是那个国家的人 看不出来 除非你拿出你的身份来 对吗 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啊 很多人已经有称义的地位了 可是看不出来 你是基督徒 可是如果你看起来像基督徒 你很可能你根本就不是 因为你没那个身份 这样听得懂吗 那当有一天 有需要那个地位来证明 有一个需要证明你的地位跟身份的时候呢 你就没办法证明 你不会因为外表 对得到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外面这个生活呢 最好是有里面的 不是最好 一定要有里面的这个支撑 它外面才能活出来 因此祷告是给谁的呢 祷告是给那个知道自己地位的人 知道自己地位的人 当你知道你有这个地位的时候 你去做这件事情就理所当然 当然你有这个地位之后 你不一定会去做那件事情 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地位 你去做那件事情 你做不久 因为他没有办法 所以一个晋升祷告的前提是 认清自己的地位 我先讲认清就好 还先不要讲享受 因为享受还太早 这个地位是什么呢 我们来念第十五节 十五节 人信主耶税亲爱众圣徒 信主耶税亲爱众圣徒 是信了主之后生活的表现 你渐渐的有生活的表现 以后保罗接下来就为他们祷告 保罗就为他们祷告 他说我既听从 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税亲爱众圣徒 那我先给你们看经文 我们来念十五节 十五节 预备 请 因此 保罗说 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税亲爱众圣徒 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 其实感谢神跟祷告是同一件事 他就说 所以我知道你们有这样生活表现之后 保罗说我就为你们祷告 在这里保罗说 你们已经信主 你们已经得生命了 你们也会彼此亲爱众圣徒了 你们有这个地位了 保罗说我就为你们祷告 很多人说他不会祷告 的确 那到底怎么样祷告呢 到底怎么样祷告呢 祷告的内容 最主要的是 怎么样的内容呢 一个人怎么样会真正的祷告呢 一个人怎么样会长期的祷告呢 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之下 会一而再 再而三 再碰到问题的时候 继续来祷告呢 我告诉各位 秘诀在这个地方 要先 后 祈求 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我现在 今天把这个讲了以后 我希望你真的会祷告了 因为祷告这个词 会让我们一直想到求 听得懂吗 我要给他讲清楚 我们会想求 我们会想求这个 求那个 你们知道 很多教会 很多人 在带我们信耶稣基督之后 就常常教我们说 你要求 你求什么 求是什么的 就必得着 有没有 我最近跟一个人讲话 我也是觉得 讲不通 他就一直要做一件事情 我就说 这件事情神会做 有可能做 有可能不做 他说没有 圣经明明说 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我跟他说 你没有看上下文 这个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的 上下文 是讲到圣灵 求圣灵 就一定会得着 可是不是求任何东西都会得着 如果求任何东西都会得着 那他不是 横着走吗 你听得懂吗 挡路则死 求你去死吧 他就死了 那大家都这样 那是什么 哈利波特吗 你是有那个什么 那个叫什么棒 魔杖 你是有魔杖吗 怎么有求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你知道这是因为我们搞不清楚 祷告是什么 其实祷告 它是有个顺序的 祷告是 感谢才会祷告 感谢才会祈求 在这边 我们看到16节 保罗祷告 把它内容分成两个部分 就为你们不住的什么 感谢神 然后祷告 这个祷告的时候 常提到你们 所以祷告的时候 是指祈求的时候 常提到你们 就是常常为你们祈求 因为它这是翻译的问题 它比较好的翻译是 我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 也为你们祈求 这样听得懂吗 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 因此 祷告分为两个部分 前面是感谢的祷告 后面是祈求的祷告 我们大家都讲一遍 前面是感谢的祷告 后面是祈求的祷告 每一次祷告 我告诉你 都这样开始 相信我 每一次祷告 都从感谢开始 你一感谢 后面就会祷告了 你不感谢 你后面很难祷告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感谢的祷告 甚至为那个已经看见的 已经得着的 向神承明我的感恩 祈求的祷告 是为将来希望 或可能得到更多 向神表达我的看法 所以感谢跟祈求 一个是为了过去已经有的 一个是为了将来想要得着的 对吗 我问你 你去找一个人 你从来没有从他得到好处过 你去找他的时候 你有没有抱希望的 你有啊 那我只能说你 信心很大 对吗 可是如果你去一个人那里 你每一次第一次去 还真给了 你第二次去 又给了 第三次去 又给了 你就有很多的经验 对吗 那怎么知道你有经验没经验呢 其实那这个主观的感觉 就是你心里面 有没有一个感恩的心 那感恩的心哪里来的 是过去的经验来的 过去的经验来的 一个人的祷告 应该从感谢开始 一个人的祷告 每一次的祷告 除了你要沉到水里面去说 主啊救我以外 不用先说主啊 谢谢你过去救了我 现在救我 那可能多喝一口水 对吗 不然正常的状况之下 都是先感谢 我 我今天早上的祷告 我今天早上的祷告 我跟秋华一起吃早饭 坐下来以后呢 我就握着他的手 开始祷告 我说主啊 我感谢你 不仅每一天都是新的 我感谢你 今天早上是主日 我更感谢你 因为今天是纪念神儿子 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 所以我感谢你 这是我真正的祷告 今天早上 我不是为了念给你们听的 因为我 没有想要预备告诉你们 我祷告的内容 可是我祷告的内容 永远从感谢开始 我会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们说 我坐了很多的飞机吗 我坐了很多的火车 特别是坐汽车 那是最危险的 飞机火车不算 坐飞机火车不算 光开坐车 就上千公里 我想说上千公里 无论是在西班牙 在法国 那美国是很长的 随便一开 就一百六十麦 一百六十麦 随便一开又是两百多麦 这样子开 完全没有出问题 平安地回来 这样十几年 很多人说 这个就是当然嘛 车祸没发生而已嘛 我告诉各位 车祸没有发生 是神的保守 你怎么知道 本来就应该这样呢 是可以本来就这样 所以你不感恩 这个叫take for granted 对不对 你不会感恩 我告诉你 你是一个不会祈求的人 如果你会感恩上帝 你才会祈求嘛 因为你从来没有 向神献上感谢说 你已经给了我的 我感受到了 感受到了 我领受到了 你是不会跟他祈求的 而且你祈求的时候呢 你都会觉得 你自己在望求 或者你会觉得 神本来就是我 阿拉丁的神灯 这两个都是不对的 第一个 试试看 求到了是赚到的 不会感谢就祈求的人 有两个心态 第一个 求到了赚到了 求不到 本来他就不一定会给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把他当成阿拉丁的神灯 你就应该听我的 因为你要给我 一千个愿望 我现在只是 第四百二十几个愿望 你一定要给我 这两种人的祷告 都不会持久 因为你后面的 祈求的那个内容 不见得会实现 这样听得懂吗 那你就 你就不会持久 但是什么会持久呢 就是你真的感受到 你过去的经验 让你知道 他保守了我们 他赐予了我们 你要知道 很多东西是求不到的 求不到的 那为什么求不到 有些的我们求呢 是因为我们知道说 他会给我们 按照我们过去所想的 所以因为你有经验 一个人的祷告 应该从感谢开始 一个人的祷告 如果不从感谢开始 就进到祈求里面 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因为如果你 不是已经得着 如果你不是已经有经验 如果你不是经历过 神很多次的恩典 你怎么敢求 你怎么会求 你怎么能这样去求呢 所以你知道 那些很属灵的人 你跟他在一起祷告的时候 他都从感谢开始的 我年轻的时候不懂 我就觉得那些老人家 祷告好啰嗦 一开始都说 主啊 谢谢你救了我 我就觉得说 那是五十年前的事吧 他在祷告五十年前的事 他是想把祷告拖得很长 所以从五十年前开始祷告 你听个懂吗 后来我就发觉说 原来不是 原来他每一次这样祷告 都是真的 我怎么知道他都是真的呢 一直到我都是真的的时候 我才知道 因为你必须有经验 你才知道说 这个是真的 其实每早晨都是新的 你不讲也是新的嘛 对不对 听个懂我在讲什么吗 那为什么你会祷告出来呢 因为你体会 每早晨都是新的 可能你没这个感觉 因为你一年四季 一年三百六 首先都是一样 我不是 我每天早上醒来 都在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能醒来都是神的恩典 而且醒来还在这里 都是神的恩典 如果你能够经历过这些事情 你就会知道说 原来我们可以有现今的状态 都是神保守 那天丘华跌倒 脚撞在石头上 因为巴黎大部分的地方 在人行道上面都是石头 都是大石头 那天是在一个教堂 大教堂的前面 我们只是路在回家的时候 那下面的石头 都是这么大这么大块 一个大石头埋下去的 就是都是石头 他一脚就跪在那个石头上面 走了上千年的石头都磨不掉 你要知道多硬啊 他一脚跪上去 然后他就 然后我就跟他说 一看破皮 可是我一摸 他就很痛 他坐着 等到头不晕的时候站起来回去 我就一直要拿冰给他冰敷 他一直说不要 我就说我担心会鼓劣 他就说不会 那他就说 他说鼓劣一定很刺痛 很多人都这样讲对不对 他说鼓劣一定很刺痛 我问医生一定吗 不一定啊 不一定 鼓劣不一定很刺痛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才两次鼓劣 才两次鼓劣过 所以我就跟他说 他就说不痛 他说你讲鼓劣就一定会很痛啊 我说没有 我说你鼓劣过没有 没有啊 那我鼓劣过没有啊 我过去两年 一年半之内 两次鼓劣 所以我说有一次很痛 一次完全不痛 医生拍了片子跟我说 你就是鼓劣 我说我完全不痛 他说我要把你打石膏 我说我不让你打石膏 打石膏我上飞机很麻烦 什么东西很麻烦 他说我不管你 后来把我打一个半个石膏 你知道半个 就这边 这边没有打 他就这样 第一个这样比较通风 第二个呢 他说你真的需要把它拿下来 可以这样拿下来 然后再把它装回去 那我说那既然这样何必打呢 他说鼓劣其实不是很严重 他说但是我怕你再撞到 就整个裂了 他说那就麻烦了 所以他叫我说装起来 我怎么跟秋华讲 他都不信 你能够懂吗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要去订轮椅 他就说不要订 很难看 那么年龄坐轮椅 就很 我说你不要到时候再找轮椅 找不到嘛 你要先订 我告诉你 没经验的人 怎么讲都没有用 这样懂了吗 我搞半天 我是要告诉你说 祷告要先 然后才祈求 你要先感谢 如果你现在回想你祷告 前面有没有常常感谢神 我现在 因为我现在请你们回想了嘛 对不对 你有没有常常感谢神 我告诉你 你不常感谢神的人 你后面的祷告一定很短 因为你就具体的跟神 要做一个买卖 我跟你要了 给不给 对吧 因为你不是在跟他交往 你不是跟他互动 你是跟他要一个东西 然后呢 要不到 随便你 你不给就算了 没什么了不起 这就是心态嘛 或者就说 哎呀我不配 你不配给 我不配 就要不到 就没关系 你知道我们跟神 不是这种交易性的 我们跟神是一种关系 关系 是 不一定在这件事情上面 一定会产生果效 因为它是个关系 对吗 有的时候 我们很有关系 可是我们关系不好 有没有可能 听得懂吗 可是没有关系的 就没有好坏关系 因为没有关系 如果我们不了解 我们跟神是一个 有关系的这样子的状态 你的祷告 其实是一个 飘在空中的 我不能说你那个不是祷告 我不能说 但是你不能持久 因为你不常感谢 一个人的祷告 因为你常常能够知道 祷告神这样做 你在感恩的过程 在祈求的过程 你就变得很顺 我讲一个也不是很多人能够经验的 但是我为什么很有经验 因为我这一次光换地方 这一次八十天换地方 换了十几个地方 十几个地方是还算客气的 平常我大概是一年换一百张床 一年换一百张床 就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 可能睡五天 有的地方只睡两天 有的地方睡十天 就这样换一年换一百张床 我要换一个国家 或坐一趟飞机 或者把整个行李 从这里搬到那里去 你知道要从这里搬开始 就很nervous 因为你所有东西要带到齐 因为你不会再回来这一点 往前去 然后就把东西都带齐了 带齐出去的时候 就会要进机场 要做安全检查 要做所有的东西 然后就到下一个点了 我有经验到了一个地步 我跟你讲 有经验二十几年来 我有经验到了一个地步 前一天一定是nervous的 一定是很紧张的 可是到了那边之后 过了一天就全好了 有没有听到我在讲什么 因为你unpack以后 东西打开来以后 就把它规定位 规定位 你就知道牙刷放在哪里 睡衣在哪里 奖章放哪里 因为长期都旅行 我知道要搬之前 都会nervous 都会紧张 搬到了第二天 就会安定 听懂这个吗 所以我终于决定一件事情 我一直告诉我自己 我一直告诉我自己 前一天不用紧张 因为第二天就好了 不要紧张 我告诉我自己 你不用紧张嘛 因为你到第二天就好了 那为什么要紧张呢 这样讲了多少次呢 讲了几十次 上百次以后 我终于就安定了 前一天pack的时候 我已经不是那么紧张了 然后到家之后 或者到了新的点之后呢 我就unpack的时候呢 就不用那么压力了 经验就让你稳定 我再讲一遍 因此 祷告的时候一定要先 后 每一次 每一次 当你先感谢 后 祈求的时候呢 因为你一感谢 你后面的祈求 就变得很顺利 因为你已经进入了一个 一直在经验神 听我们祷告 成全我们 祷告的状态 所以当你要向他祷告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有的时候 神会答应我们的祈求 有的时候 神不会答应我们的祈求 下面这一句很难 无论他答应都不答应 他最后做出来的那个答案 他最后做出来的那个结果 都比我们所求的还要更好 这样有听懂吗 我看到光州 我突然想到他的姐姐跟姐夫 他们有一个唐氏症的孩子 我记得很清楚 当他们 那个时候我跟他们 他的姐姐他们是很有关系的 他的姐夫打电话给我 跟我说 李健 他说 我们有个唐氏症的孩子 那个比例相当高 现在已经来到了 医生说 最后 你要拿掉 就现在拿掉 是合法的 你再过去就不能拿了 因为已经 大到一个地步了 这样 那他就说 因为我们已经 有互动很久了 他就说 今天最后一个晚上 我们明天就要回答医生了 我说好 我说 他说他们今天就要祷告 然后让神告诉他们 要或不要 如果神没有说不要 他们就留 你要知道 这么 唐氏症 他的指数很高 这个生下来 就是个唐氏症的孩子 可是法律规定 是可以拿掉的 他就问我说 我有意见吗 我怎么敢有意见 对不对 我如果说生 是谁养 是他养 我说不生 我不敢说 因为 这个 有没有违反圣经 有没有违反医学伦理 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说 我为他祷告 我要祷告 当你很会感谢 你对神的信心够 我告诉你 无论你做神 做了什么祷告 神听了你祷告 或神没有听你祷告 最后那个结果 都比你原先 你要的东西都更好 这样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我最近当然碰到 他们的姐姐姐夫 他们说他们很好 后来他们把那个孩子生下来 后来 学间跟我说 他说 李长老 他说我们生 我自己捏一把冷汗 我说法律规定可以不生 你为什么要生 这是我 可是他们 以他们对神的经验 他们就说生 所以一个人有经验 跟没有经验 他对祷告的 那个部分的 expectation的期待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他有 感恩的经验 因为这个缘故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个人要先学会感谢神 为 已有神给他的感谢 为许多我们所看到的 所得着的 我们不住的感谢神 当你为自己感谢神的时候 你会为自己再加上祈求 当你为别人感谢神的时候 你会为他们再加上祈求 就为他们在上帝面前祈求 那么他会怎么样呢 17节 或者我们再把16节讲完好了 好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 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真实地去祷告 因为你已经有很多的经验 所以你祷告出来的结果 到底怎么样 其实就变成不是最重要了 因为你已经有很多的 祷告的经验了 所以为什么一个人 要把祷告坚持 很多的时候呢 需要从感谢开始 因为当你感谢以后 你的祷告 祈求就变得很自然 那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你不会感谢呢 对不对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嘛 可能很多人信仰 不是这样做的 可是我自己的信仰 我一定要想通 我为什么不感谢呢 神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 有感谢神吗 我们常常犯罪 软弱跌倒 神又把我们带起来 有感谢神吗 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有感谢神吗 神保守我这样 进进出出 进进出出 很健康 有感谢神吗 一个人为什么不会感谢 人或感谢神 就是他觉得受之无愧 他不感谢 一种 第二个 take for granted 拿得理所当然 他不会感谢 可是当一个人常常知道 神给我这个恩典 不是我配得的 你就会感谢 或者别人给我一个 不是我该得的 我就很感谢 我感谢神 我是一个会感谢的人 你知道会感谢的人 一定会祈求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懂我的意思 你为什么不会祈求呢 因为你不常感谢 你不常感谢神 也不常感谢人 你常靠自己 你常常靠自己 你就不会求 为什么呢 因为靠自己 靠自己是不求神的 如果不是把你逼到绝境 你都不求 为什么 因为你是靠自己 那怎么知道你靠自己呢 因为你不常感谢 我不知道有没有 把逻辑跟你讲清楚 你就认为你得救这件事情 是你自己得来的 你就认为得救这件事情 是我给上帝的面子 我信你 我没兴趣菩萨 你要有面子 你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 就有人这样 他信上帝 他给上帝面子 我不是去信阿拉 我不是去信妈祖 我是信上帝 所以这种永远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是不会感谢上帝的 我接受任何人的帮助 我都是真的很感谢 姐妹上次带我去看病 我真的好感谢 她说李长老 你怎么一直说谢谢 我是真的很感谢 为什么 因为我不把每一件事情 当成理所当然 这是我过去几十年的经验 因为神如果不给你 你是绝对没有的 这样听得懂吗 我因为经验太多了 我告诉你 我每次上飞机的时候 你们知道飞机都一定 最后会起飞 对不对 至于前面要等多久 那另外回事 那最后也一定会落落 也一定会降落 但是他用什么方式降落 我们也不能决定 对不对 我们这次也有一次 起飞了之后 他已经跑到头了 最严重的一次是 三上三下 你听得懂吗 三上然后三下 下到最后 在跑到头 第二次到跑到头的时候 他说我们马上要起飞了 塔台一放行我们就起飞 但是我们要经过的那个地方 有一块乌云 是避不过的 所以要等塔台说 可以起飞才起飞 然后后来他就公布说 还有26分钟 我们飞机就要退回去 为什么 因为还有26分钟 这架飞机里面 有三个人crew的时间 到了不可以起飞的时候 你听不懂对不对 因为一起飞之后 他们已经攻时 他们已经攻时 比如说六个多小时了 可是这趟飞机 要八个多小时 他们飞机没有 其他的crew可以取代 他们需要有六个crew 或八个crew 才可以满足飞机上的服务 但是有六个 其中有三个人 已经剩下两个多小时了 可是这架飞机 要飞两个多小时 你有没有听懂 为了这个缘故 他把飞机倒回去 我说你们搞错 我们可以不要服务 你们空服员通通坐下来 我们不要服务 他不行 后来真的26分钟到 他就把飞机开回去 开回去叫我们全部下飞机 全部下飞机只有一个目的 让新的 在飞机上就打新的crew进来 上飞机 然后就叫我们上飞机 再起飞 我告诉你 你不要以为所有事情 都是理所当然的 没有理所当然的这件事 人家对我们好 没有理所当然的这件事情 会起飞机会起飞 没有理所当然的这件事情 后来 所有人上飞机都快要生气了 这是什么鸟规定啊 什么叫做crew在飞机上面 超过八个小时 问题是 马上就要放行了 要起飞了 到那边 你顶多超过十分钟 对不对 你请crew坐下来 不要服务了 不要服务 他不行 我告诉各位 很多次 你很顺利的时候 你从来都不知道 有多少困难被排除 你不知道 你觉得很顺利 你永远不明白 是很多的因素造成 我现在不要讲上帝 是很多的因素造成 有一天起飞了 这次有一次飞机 我就累到不行 后来飞机怎么起飞 我都不知道 后来那飞机飞得非常快 非常快 我就心里好高兴了 前面迟了一个多小时 后面终于赶上了 然后快要到了 快要到了时候 快要到了时候 机长广播 在二十分钟就到了 我们就很高兴 他很高兴 就快要到了 快要到了 你知道坐飞机的时候 就是好烦的在上面 后来机长又宣布 目前交通拥挤 我们被排到第几号 你这样知道吗 所以我们要在空中盘旋 请各位 不要太急 我们还要多少分钟 又绕来绕去 绕来绕去 下去 如果刚才没有后面这个报告 就准时下去了 听懂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多感谢吧 所以你不喜欢祷告 我知道的 因为你不感谢神 那为什么你不感谢神呢 因为你把神所有的恩典 都当成是 自然的 理所当然的 所以你没办法感谢神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今天要给你们练习 现在就旁边两三个人 认识不认识完全没关系 就两三个人 两个人或三个人 我给你们一段时间就祷告 只做感谢的祷告 这样可以吗 就感谢 那为什么要你们两三个人 不一个人 一个人我就不尴尬 两三个人我很尴尬 对不对 我就是要你学习 在别人的面前 开口说 感谢神的话 这样可以吗 来 先把两三个人找好 可能我没讲清楚 我没有叫你只祷告 一个感恩的事项 所以我看你们一下就停了 我吓一跳 我说 怎么一个感恩的事项而已 有很多的感恩的事项 对不对 其实呢 你如果真的去感恩的时候 你一个接一个 你会没办法停下来 有太多感恩的事项 我要你们回家练习 在这边练习只是开头 因为下个礼拜还是我讲 你也可以选择不要来听 有的时候 人家跟我一起吃饭 要我为谢恩 我都不想讲谢饭 因为我并不想谢那个饭 为能够一起吃饭感恩 我都有点犹豫 因为我怕我一祷告起来太长 因为你要知道 我们能够有饭可以吃 有很多要感恩的 对吗 我可以跟法国的人吃饭 是我要飞过来 他要有空 他要肯请我 他要找到一个餐馆 然后我们要能够坐下来 待会儿还要给我们餐 那个 那个 Menu 然后你要点菜 然后点菜完了 说 来了 说我们要感恩祷告 你知道有 前面有多少的事情 是需要谢恩的 可是我们 take for granted 认为说 这些都是一定会发生的 你就知道为什么 很多人当他要临终的时候 他都很惊讶说他要临终了 因为他从来没有预备 他有一天会临终 那他为什么会临终 他不敢 他会吓一跳呢 因为他没有感恩 过去他所得的每一个东西 都是神的恩典 所以当一个人会感恩以后 他就会更感恩 我们教会当中 有几个人是见证 我想大家都认识六姐 六姐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我说很特别 或者说他是一个 你们不要生气 他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基督徒 很多人不太像正常的基督徒 正常的基督徒 应该是很感恩的 很感恩的 每天都很感恩的 很喜乐的 有的时候人家说 李长老你好辛苦 我从内心深处 真的跟你讲 我很感谢主 可是我怕讲出来 你觉得我很虚伪 我其实不是 我是真的很感谢 到今天还可以服侍他 不是神的恩典吗 有的人都躺在那里了 有的人都 我没有说他不好 因为那是神给他预备的 有一天我也会跟他一样 对吗 可是我今天可以站着 我今天可以讲道 我今天可以这样 很感恩 我知道你们很爱我 然后说李长老 你刚刚前天晚上到 今天就有讲道 争取来的 人都跟我说 你要多休息 我也知道 可是你知道吗 可以站起来讲道 是神的恩典 不是讲道 要得到别人的感谢的眼光 这个是恩典 而是我可以站起来讲道 本身就是恩典 当你知道什么是 该感恩的事项的时候 你就是会很开心的 做每一件事 OK 然后我今天再开一个头 我就要停在这边了 因为这个礼拜 你们就是学感恩 可是我怕你 后面的祈求 你不会做对 所以我先讲 要祈求什么 今天大部分人的祈求 还是一个 不是最重要的祈求 我要这样讲 我不能说不对的祈求 因为没有祈求是不对的 只是要不要得到 对吗 可是你知道我们真正的祈求 不是祈求某些东西 真正的祈求是 真认识他 你第一个最重要的祈求是 主啊 让我认识你 我们感谢完了之后 我们第一个祈求是 主啊 让我认识你 不是主啊 给我一个什么东西 我再说 我没有说那个东西 不可以祷告 我只说那个放在后面 因为你如果 没有常常经历神的人 你是不会感谢的 有客观的经历 不产生主观感恩的 也不会感谢神 你不会感谢神的人 你后面的祈求 就不能持久 也不敬身 一个敬身的祷告 前面一定是感谢神 你这个礼拜回去的功课 就是要 眼睛闭下来祷告 说感谢神 如果你是坐交通工具回去的 你不用自己开车的 你在交通工具上面 就可以祷告 感谢神 眼睛张开 免得东西被偷 对吗 免得有位置 你没看到要坐下来 但是你的心里面 试试看 可不可以祷告 那说祷告什么东西 你要感谢神 你说感谢什么 你试试看 看看你有什么 可以感谢神的 这第一 第二 如果你感谢完了之后 你下面的一个祷告 应该是这个祷告 来 预备 请 这是保罗为他们的祷告 保罗告诉他们怎么祷告呢 他向神祷告 说 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他求父 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所以保罗的祷告 再简单一点 求父 赐智慧和启示的灵 给他们 使他们真知道他 再简单 求父 使你们真知道他 再浓缩 我们的祷告就是 求主让我们 真认识他 这样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因为一个复杂的句子 会把你带眼花 你把它弄成非常简单的 就是很简单 我们第二个祷告 第一个祷告是感谢神 为各样的事情 我问你 有儿子要不要感谢神 没有儿子要不要感谢神 有女儿敢不感谢神 没有女儿呢 有钱呢 没有钱呢 不敢讲了对不对 不然迈克阿瑟 不用为他儿子这样祷告 对吗 不要让他太有钱 也不要让他太穷 感谢 为你现在所有的光景感谢神 如果你真的从你内心 会感谢神的时候 你就会祷告了 因为感谢是祷告的一种形式 而这种形式是开启你 所有祷告的门的那个钥匙 练习感谢神 你就会经历神 因为你突然发觉说 这个不是自然会产生的 这个原来是神 特别的恩典 这样明白 那你说祷告什么内容呢 第一个就是求神让我认识你 求神让我认识你 第一个是求神让我认识你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你真认识神 你真认识神 你才能够知道 你什么事该求祂 什么事就根本不用求祂了 就是有些事情是不用祷告的 比如说什么 再给我一个老婆 不是你一个老婆折磨还不够死吗 你还要再一个吗 就是你搞不清楚状况吗 那是因为你不认识神 你真是因为你不认识神 你如果认识神 你就不会做某些祷告 你现在已经很有钱了 主啊求你给我更有钱 我没有说不可以这样祷告 我只是说 这样祷告是不一定需要 或者你这样祷告 祂也不一定会成就 那是因为你不认识祂 你真认识祂 你会为很多事情祷告 来 我再继续跟你们讲一下 真认识祂 不是说你以前不认识祂 真知道祂的相反 是不是 假知道祂 不是 真认识祂的英文 有一个比较好的翻译 叫做 know him better 这样 英文可以吗 我不是说我的音 我的发音 我是说你听得懂吗 就是更认识祂 是说多一点点 你多认识祂一点点 主要求你让我多认识祂一点点 如果祂是神 多认识一点点跟少一点点 差得多不多 不要说别的 手机 你多了解手机 你使用手机的范围就变大了 对吗 像我们这种最简单的电脑使用的 什么都不会的 一出问题马上叫秘书来赶快处理 不会了 你知道那个会 因为我一天晚上在外面 都要人家用我的电脑 然后要插要投影什么 各式各样 一定就会 我弄不出来 我还没开始弄 就有人上来了 就知道说这个不会的 你看他那个手就知道他不会 他上来就帮我 咚咚咚咚咚咚 然后要投影 要什么 我讲不出 我连什么都讲不出来 他们就可以享受所有的电脑 连电脑都可以有享受跟没有享受的 你听得懂吗 他们一弄就出来很多的画面 他们一弄音质就很好 他们一弄就 颜值就变高 对吧 你不会你就差很远嘛 你想想看 know him better 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吗 你就知道什么是神会怎么做 认识神又分为几种 一种是你知道神 知道就是 又知道这个人 我这一次 在最后一战是在法国 在法国因为有好几个服饰 有一天 那天的服饰 那天是没有服饰的 我住在一个弟兄姐妹的 Airbnb里面 感谢主 他不跟我们收钱 所以我们就省钱 协会也省钱 教会也省钱 他就接待我们 接待我们那天 他就说他晚上要亲自下厨 做一个羊肉给我们吃 他很会做菜 他说好 他们一对夫妻跟我们一对夫妻 就到菜市场去 传统市场 我很喜欢传统市场 法国的传统市场 是盖在那个很漂亮 是一个很漂亮的 古代的建筑里面 他把里面的东西移走 你知道很多这种 大的以前的建筑物 就把里面移走 就变成菜市场 巴特隆纳也有很漂亮的 马德里也很漂亮的 巴黎也有很漂亮的菜市场 进去 进去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 哇 到了法国人的菜市场 就瞧瞧 走进去 我就在高兴的时候 突然有人叫我 李长老 我吓一跳 我不认识他 他说李长老 我赶快过去握手 是是是 哪个教会的 后来一讲 他讲的教会 我知道哪个教会 可是我没去他们教会 讲到过 我就说 我知道我知道 你们教会的 长老子蔡红昌 握握手 握握手 就这样 就这样子 但是他说 我们没有见过你本人 但是我们听过你的名字 我说 好 替我问候红昌长老 就往前走 我就跟秋花说 真的不能做坏事 你知道吗 神在全世界各地 派了各种天使天军 保护我们 让你不要做坏事 我才刚讲完 小生刚讲完 走过去 另外一家店 那个老板跟老板娘 在那边 我一看 你不是打个教会的 主要童工吗 他说 我是 就过来握手 讲说 李长老 这次在 你要来我们教会 讲道对不对 我们有童工队就会 对 我说那你会来参加吗 我当然会 我说那你店怎么样 你没看这里吗 其实我看不懂 法文 他说 哪一天到哪一天 我们这里关门三天 他们关门三天 他说 我们未来参加退休会 把那个店门都关了 我说 今天聊 那个教会 他们只是知道我 这个教会 他们上过我的课 他们对我很了解 他们愿意为了聚会 把店门 三天不赚钱 把它关掉 这样听得懂吗 一个know him 一个know him better 那他们为什么不关店呢 前面那家 因为他只有know him 没有better 听得懂了吗 这样举例明白了吗 我们跟神也是这样 求主让我们更认识你 求主让我们更认识你 我举例 圣经上 主耶稣说 我来了是叫你们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所以我们有的人是得生命 有的人是得丰盛的生命 有的人是得更丰盛的生命 所以有没有差别 很多人就得生命就好了 就这样 有的人就要得丰盛的生命 得生命跟丰盛的生命 有没有差别 就是一个月是赚十万跟四十万的差别 那更丰盛的生命 就是一个月赚六十万 有没有差 没有差你就stay在十万里面 我讲的是年薪算了 薪台币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 不要停在知识上 要进到经验上 经验上 但是怎么样会有经验呢 你一定要跟他交往 你一定要跟他交往 有一个人说得很好 他说你要认识一个人 你读他的传记 读完了 不如跟这个人相处两个小时 我这个是超人家的话 不是我自己发明的 他说如果你要认识一个人 你读他的传记 不如跟这一个人相处两个小时 你听一个人几十场的演讲 不如跟他一起玩耍两个小时 换句话说 你跟他面对面的 比你认识他 透过别的方式还要重要 我们跟神也是这样 我要停在这个地方 让各位知道 这个礼拜我们要回去 感谢他 然后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主啊求你让我 认识你 更认识你 然后你就把眼睛打开来看看 怎么样可以更认识他 然后过一段时间 你又感谢 然后又说主啊 你让我认识你 更认识你 然后你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然后又来感谢他这样好不好 七天 那我们下次再见面的时候 或许前面我们就不用讲道了 对吗 你们就两个两个 做见证就好了 祷告是跟神互动一个很真实的事 我今天敢在这边讲这段圣经 是因为我真知道祷告 是我跟神最亲密的一个关系 我是一个睡得很不好的人 很多人都知道睡得很不好 我告诉你 我在几十年睡不好之后 我不会为睡不好而不高兴的 因为当我醒来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万人皆碎我独醒 我一个人拥有上帝的全部 我一个人可以跟他讲话 没人吵 我跟他讲话 这句话虽然是开玩笑 也是真实的 因为我的主观认为 他只听我一个人的祷告 跟我知道你们大家都在祷告 我就被你们影响了吗 我不要你们在祷告 因为你们都在睡觉 所以我就来单独的祷告 当你形成这种观念以后 你就会发现祷告 其实是你跟神一对一的事 一对一一开始 一定要谢谢祂 为了这件事 为了那件事 然后你就会发觉 你跟他话讲不完 然后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然后你就说 那你这个事情你觉得怎么样 那个事情你觉得怎么样 然后慢慢就清楚了 慢慢就清楚了 慢慢就清楚了 然后你就知道说 这样做好 还是那样做好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你不用跟他求要什么 而是你要跟他说 我要这样做 还要那样做 最近一到欧洲 我们校地旁边的那个地主 本来要卖我们 275万欧元的地 突然写信给我 说要卖给我们50万欧元 我把他找来 我问他说 你不要开玩笑 你一定有诈 我直接跟他这样讲 你怎么一个275万的 上次杀价杀到你出150 我出80 你还不肯卖给我 现在怎么我出80 你只要卖给我80 我都买了 你为什么告诉我 是卖给我50 所以我找他来吃饭 跟他说你骗我 你诈我 他就把所有的原因 告诉我之后 我就说非常合理 他后来讲个理由 就非常合理 他也没有要骗我 他也没有要占我便宜 他也没有被我占到便宜 他就是卖给我50万 后来我就说好 然后再下来就是 我跟神谈了 因为他已经要卖50万了 这样听得懂吗 我的祷告不是神 你给我50万 这个对神太小 你跟他要500万 都不是问题 重点不是你跟他要什么 而是你要做什么 这样知道吗 Know him better 你要他做什么 你要他叫我做什么 所以在祷告的整个过程中 我们会失交 我们一直跟神要一个 他本来就要给你 或他本来就不给你的东西 你要东西就没有意义 因为你刚才要一个东西 他本来就要给你的 你不要他也会给你 你刚才要一个东西 他本来就不会给你的 不会因为你要就给你 问题是我们要问他说 你要我做什么 所以我就问神说 你要我买他这块地吗 他如果要我买他这块地 那钱就是他要负责 对不对 他如果不要我买这块地 我就是买了这块地 钱也来不了 来了 如果我真的弄到钱了 把它买下来 就是我的disaster开始的时候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 其实我们miss掉 我们已经失去了 我们打错重点 我们一直要神去做事 我们其实要问神 你要我做什么事 因为他要做事很简单 他这样什么事都成了 你怎么会跟他要这个 这样他就成了的事呢 你要问他说 你要我做什么事 这样我们才能做对 我不知道清楚不清楚 我很希望你们进到 祷告的真实里面 那个真实实在是不得了的好 我们做个祷告 主耶稣我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 早上醒来的时候 脑筋还是清醒的 并且一醒来 就知道 今天可以要分享一段 很重要的经文 谢谢你让我有声音 谢谢你让我的脑子 还是清楚的 谢谢你有这么多弟兄姐妹 是现场来听 谢谢主 有些人是在网路上听 谢谢主这段信息 有一天在某一个地方 会产生真正的果效 主啊因此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感谢你 主啊这段保罗的祷告 真是开启了我们祷告 内心一个最大的动力 主啊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已经有这个身份 我们有这个地位 所以我们有这个权力 来到你面前祷告 我们有这个权力 是因为你已经赦免了 我们的罪 你给我们有天大的身份 让我们可以来向你先上祷告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会祷告 但是谢谢你 你让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从 我们可以从感谢开始 我们可以从感恩 我们过去的经历 在客观上 在主观上的感受上 我们经历了你 所以在祷告上面 我们向你先上感谢 主啊我要为我所有的弟兄姐妹 以及听到这篇的弟兄姐妹祷告 求你让他们先学会感恩的祷告 因为只有感恩的祷告 他们才会进到想认识你的祷告 主啊进到想认识你的祷告 才会有一天明白你要他做什么 主啊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 你就会向我们彰显 主啊你是那位听祷告 自己行作万事的神 我求你自己让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 走到真实的实际 没有把你当成一个偶像 没有把你当成一个 一个祈求的对象而已 而是你是真实要与我们交往的 我求你自己帮助我们 等一下我们要一起用餐 求你让我们享受吃喝快乐 让我们一起交通当中 得到美好生命的果实 谢谢主 让我们今天可以平安的来 等一下我们要平安的离开 等一下还有课程 还有可能还有运动或其他的活动 求你分别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为过去这个礼拜感恩 为新的一个礼拜祈求 求你让我们长经念你 我们现在要分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 安慰鼓励提醒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弟兄姐妹的家人 和普世神的众教会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